如果新北市不要對在做 是受款國學校自己來決定 市長郝佑儀說 新北市的範圍 過正看有適用的差距 所以由國學校跟家長交通之後 看當地疫情的狀況 來決定是不是要停課 另外這個拜六禮拜 就要國中回課 郝佑儀特別去看 考慈情的準備的感受 也為考慎加油鼓勵 加油 謝謝 運動考上 加油 頭過的今天頭 要參加算是最擴定的核心加油 因為他們全部都要參加 五月二十一頂 國中回課的九年級生 新北市長和遊規 也先到國中市場 公約措施 但是會考核考生進入市場 小島市有牛體溫 如果是有發燒學區的政頭 那才是有政頭的企駕駛駛駛駛 都總帶去日類庇佣駛駛 這位離開後的 中島在原本的地方吃飯 還要加價房 中午休息的時候 就要吃完飯就帶上去 很小孩也很注意 就是要比較無口聲的重要口氣 不會受影響 不過現在新北的家長很想起 新北市府不會對 台北市後禮拜固定一億客廳 只能讓大家好好加進來做措斷 在高峰期 在疫情嚴峻的地方 他們就會隨時調整 快速的採取線上教學停課 如果他們不需要 或是有一些要實體跟線上 可以併進的 他們就採分流教學 我們滾動式授權彈性 來面對高風險期間的整個疫情 好 尤其要是沒有打算不停課 只是說的隨時來做條件 只是新北秀儀的 共同性多樣 看出台北的客廳也不會做 不過現在新北天空不一樣 將會讓家長得 前期間的壓力更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瑜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